又到了竹山紫蜜葡萄采售的季節 因为紫蜜葡萄吃起来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甜度也相当高 在市面上是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 今年的产量跟往年比起来减少许多 另外葡萄的价格也受到景气差的影响 价格也比往年低 去年最好的品质一公斤价格是350元 今年却不到200元 因为我们的香味特别香 吃起来这样甜度都18、9度 市面我们在第一市场透极品 这次的行情是150元、150元 最高了200多 因为今年的价格有差一支了 所以说两酒就是 人家说十几败 金几败大家都没在买 所以今年的价钱就觉得以往年有差一支了 农民是忙着再包装 将刚采收的葡萄一一分级 准备消往果菜市场 今年气候较炎热 另外在采收期间遇到大雨等因素 今年紫密葡萄的产量是因此而减少 因为气候的关系导致产量减少 另外也因为景气的因素而使得价格降低 先远菜柱就希望县府以及农会能够重视此议题 协助解决葡萄的成效问题 竹山镇的紫密葡萄最近因为气候的影响 所有的产量只剩下三分之一 但是因为时机差的关系 以前这些葡萄每公斤都将近有300块的这个价格 但是现在的价格每公斤都跌至150左右 我想气候的变迁还有市场的景气不好 也希望我们安投县政府农业处还有相关的农会 都能够重视这个葡萄的产销问题 虽然因为气候造成产量减少 价格也受到景气差的影响 不过葡萄农强调 因为大家都相当用心在管理 水品质依然是维持在很高的水准 也欢迎大家来品尝 明星文郑志伟 竹山采访报道